滑道形状没有多刺激 三个小伙同时参加比赛 谁闯过的关卡最多 就能得到十万美刀 游戏规则很简单 滑道的末端会防止一个不同形状的门 只要在不破坏门的情况下成功钻出去 就算成功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话不多说挑战开始 我们先来制作一个最简单的门 拿来了一根泡沫管 设置高度为最低 熊大率先挑战 一个鲤鱼月龙门轻松拿捏 紧接着是熊二 他这个身材一看就是蜂蜜吃多了 那么他能成功吗 没想到他是个灵活的胖子 接下来就是熊三 他觉得前面两个都是垃圾 于是打算反其道而行 别人都是从上面跨过 而他想底部穿过 本以为是个狠角色 无奈赛道不够丝滑 熊三被卡在了中央 见到熊三这副熊样 于是节目组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这次熊三还是使用了最原始的通关手法 才得以顺利通关 随后节目组又升高了门槛 熊大依旧大头震 他轻盈的小身板立马跳了过去 又一次完美通关 下一个是熊二 熊二表示用上垫子 可以更加纵享丝滑 真的会如他所愿吗 万万没想到半路却掉了帘子 看来还得好好回家磨练一番了 而熊三这次终于用上了他的绝杀 成功从底下钻了过去 正当熊三为自己小聪明高兴的时候 没想到节目组 却说熊三这次成绩取消 节目组继续调整栏杆高度 没想到这一次熊大竟然翻了车 毕竟这个高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极限 剩下的两个人更是自暴自弃 表示这就是个不可能的挑战 第一轮比赛结束 这次只有熊大获得一分 其他两位则是零分 第二轮挑战再次升级 赛道上出现了各式各样不同形状的门 熊三浅试了一下 完美地穿过了一个三角形 随后熊二也试了一下 没想到滑行距离不够 直接变成了步行 这算是哪门子是 随后熊三挑战的是锯齿门 只听见三二一冲呀 感觉很有难度的样子 他会成功吗 熊三一顿冲刺后 没出意外的话 他出了意外 果然形状门才是最难得 紧接着熊大闪亮登场 熊大果然是场上最灵活的一个 直接穿过了香蕉门 目前已获得了二分 然而后面的熊二和熊三 却是接连失败 紧接着进入了第三关卡 难度继续升级 前面多了一道遮挡门 后面什么样的形状门 完全就是开盲盒 不得不说熊大不仅是手脚灵魂 思维也很敏捷 顺利穿过了这一道门 很快又通过了 接下来是熊三 怎料出师不利 又一次翻车了 随后有尝试了一次 还算是勉强通过 紧接着熊二又勇往直前了 就问你 这是来砸墙的 还是来穿越墙的 这技术也是菜到家了 最后恭喜熊大成功 赢得了十万美刀 但是他决定 再尝试一下三道门的威力 没想到熊大刚开局 就被门撞懵了 然而熊三和熊二则要接受惩罚 这满面的面粉 谁能不害怕 如果是你 你觉得自己 可以穿过几层门呢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下一期更精彩